首先我们到这边开课平台的这里有一个讲师 这边讲师这边就可以去新增讲师 按新增讲师然后输入讲师的名字 这个目的就是先新增完讲师之后 我们把这个账号密码给那位讲师 避免说以后如果不合作了 如果你是用他提供给你的email的话 那你以后要处理这个账号你可能就只能够删掉 为了避免之后合作的不愉快 这个我们事先要先想好 所以一刚开始我会建议自己去新增账号 然后把这个账号给这个讲师使用 假设说以后不合作了 至少你把这个账号的密码给改掉 这个账号还可以依然存在 或者是再把这个账号改掉密码之后给别的讲师使用 反正你就是自己管理这个账号的意思就对了 那这个讲师名称你就自己输入一下 比如说 DA CSVLA A 好 我先随便打 好像使用者名称就是登录用的账号 比如说 这个可打可不打 Email Email就是你自己去Gmail申请一个新的 这样你才有主控权 管理权 然后按新增讲师 新增成功了 这样这个讲师就已经是核准的状态 那这个账号 这个讲师新增完毕之后 你就会在使用者这个地方 多出这个账号 然后它的使用者角色就自动变成Tutor 这个Instructor就是Tutor讲师的意思 它就是用了讲师身份的 假设你反过来做的话 其实也可以 就是在新增使用者这边 只是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变成说你要先去新增使用者 然后才去那边去加入讲师 流程就不一样了 所以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 从这边去新增讲师 那它同时就会在系统里面多住这个使用者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设定 开个平台的设定这个地方 我们来讲讲师分论的部分 在收费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 启用收益的分享打开 就是你们要分论 然后这边有比例 这是讲师拿八成 然后管理员拿两成 这个是你自己去设定的 然后这个地方扣除手续费 看你要不要启用 启用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你可以先把这个费用扣下来之后 再去乘以这个80%或是乘以20% 我假设说 假设是一律有开发票的课程的话 那我们成本势必会有5%是税金嘛 所以我这边说5%是会先扣除掉的 也就是说这个课程如果卖出去100块 那就会用95块来乘以80%才是给讲师的费用 然后这边最低勤款金额就是讲师他今天赚多少钱之后 假设说他赚了500之后 他的后台才会有一个我要勤款的按钮出现 然后这个钱一定要7天之后他才会出现 才会出现这个金额 就是说他登入讲师后台 他自己才会看到这个金额会跑出来 那一般台湾我们就只能用银行转账的方式 其他两个都不适用 然后这样就设定完毕 最后按一下储存 这个就是讲师的分论 还有讲师新增的步骤 再来我们开无纹视窗 这边模拟一下讲师登入的状态 所以你就把这个账号密码给讲师就对 他想要进来看他自己的利润 因为他本身是讲师嘛 所以他也这边就会有个建立新课程按钮在这边 可是通常我们不会让讲师自己去建立新课程 或者是你可以请他先去建立新课程 可是影片的部分由你去上传 因为Vimeo在你自己这边嘛 那你就可以请他去建立新课程 然后把那些章节啊 课程名称啊 这个课程网址啊 关于课程这些资料 我是建议还是由你自己去新增比较好 因为你就不用再去教他怎么样使用这些东西了 那因为影片来源这个东西 他也没有他的Vimeo 他顶多只有自己的YouTube 所以你还是自己去新增比较好 那给他这个东西的主要目的是 让他可以自己登入 登入之后呢 就可以来看到他自己这边 这边是下半部是讲师的部分嘛 我的课程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课程有在哪边 最主要的是要请他来看这个请款的部分 这边请款的部分 这边就会超过500块的时候 才能够有这个提领 余额不足 所以如果不到500的话 这边会写无法提领 然后请他去这边按提款的偏好设定 他就自动挑这个设定来 就是这里 点开之后 请他去设定这些 银行账号的名称 银行账号的数字多少 然后银行是哪家银行 像这样 这个指的是银行账号的名称 不是登入账号的名称 然后银行账号数字 然后银行的名称 这边通常会请他在写分行 就像这样 然后按储存勤款账户 请他不要去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的话 其实你在后台也可以把它改回来 所以他修改密码没有意义 你还是可以把它改掉 所以这个账号给奖师的主要目的 其实只是让他来看一下 勤款这边可以看到 他目前卖出去的累计金额有多少而已 其他部分 就跟我们原本的课程里面讲的是一样的 当他超过500块 然后奖师去按提领的时候 那你管理员就会得到通知 并且把这个账款转账给他 他这边就归零了 这边本来假设有1000块 这边就归零 变成零元 然后再重新累积这样